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正者表达式它的功能不像完全的表达式那么强 但是至少要实现一大部分正者表达式所需要的匹配功能 那么正者表达式是这个制服串处理算法中几乎是最为复杂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好好的认真去研究这个正者表达式是怎么实现的 同时由于正者表达式的这个设计背后有非常巧妙和精妙的构思 所以对这个算法的研究非常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算法思维 以及这个工程的实践能力 在具体的这个算法面试中 我个人觉得要求面试者去完成这种设计一个正者表达式引擎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大 一是因为这个正者表达式的它的算法比较复杂 那么不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很容易的想出来的 第二个呢就是即使你知道它这个正者表达式的具体实现算法 但是呢要想这个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把这个代码全部写出来 我觉得也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有可能的是面试官要求你把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这个算法设计思想给描述出来的话 那还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掌握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这个设计思想还是很有用处的 OK在这里面呢对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这个提问要求呢 我就不详细叙述了 我想大家如果做过开发一段时间的话 对这个表达式的一些需求呢和这个条件呢都会比较熟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一看一个具体的这个正者表达式 它是怎么去实现的 那么对于正者表达式的算法呢 我们需要提到一个这个比较特专门的一个数据结构呢 叫做汤姆森构造 那么汤姆森呢 大家如果对这个计算机发展史有这个有了解的话 那么汤姆森呢是这个贝尔实验室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他和系元的发明者李奇贝里 共同发明了这个UNIX超级系统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计算机业内的一个超级大牛 好我们看一看汤姆森对这个状态机有限者 正者表达式提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数据结构 这种数据结构呢叫做汤姆森构造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一个最简单的有限状态自动机 比如说R等于A 它对应的这个汤姆森结构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这个结构呢有一个起始节点 然后有一个结束节点 紧接着由这个起始节点 拉出一条边指向这个结束节点 也就是说只有我输入四字符A的时候 我才能从起始节点转入到这个结束节点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的话可能会想到前几节 我们讲到的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一个结构呢 跟我们前面提到的有限状态自动机呢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在后面它就会显示出不一样的地方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 最简单的情况 R等于A这种状态表达式 它对应的汤姆森构造是这样的 那么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看这个R等于AB 也就是说这个R等于两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比如说是R1等于A和R2等于B 首尾点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的汤姆森构造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呢 汤姆森构造呢 先构造这个R1等于A这个表达式的这个状态机 然后这个接着构造这个R2等于B的这个有限状态自动机 那么首尾连接起来的时候呢 就用第一个呃 构造的这个末尾节点呢 拉出一条边 指向第二个表达式所对应的这个状态机的起始节点 这条这条边呢 叫做Epsilon边 Epsilon边呢 表示的是 当我处于这一个状态节点的时候 不需要任何输入 就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这两个状态节点呢 其实是两位一体的 当状态机进入到这一个状态节点的时候 它立马转换到这一个节点 不需要中间任何输入 所以Epsilon呢 表示的是 不需要任何 不需要任何具体的输入 就可以从这个状态节点 转移到这个状态 转移到这里这个状态节点 那么对于后面这个节点呢 就要求我们必须输入一个字符B 才能从这个节点 转移到这个 最后这个节点 那么汤普森构造呢 比原来我们的这个 呃 有限状态自动机呢 多出来的 就是这个概念 叫做Epsilon边的概念 那么Epsilon边连接的两个点呢 就表明 两个状态点呢 就表明两个状态是一致的 处于前面这个状态点 不需要经过任何输入 可以直接跳转到 这个Epsilon边所指向的状态点 这是这个汤普森构造 对应于我们前面这个 有限状态自动机的不同指数 那么汤普森构造合在一起 构造成了这个有限状态机呢 我们也叫做非确定性 有限状态自动机 非确定性主要就在显示 在这里面 这种Epsilon边 那么有一个状态点出发 可以经过不同的Epsilon边 同时抵达不同的节点 这就是非确定性的确定意义 我们看下面一个正值表达式 像R等于A或B 做或运算的时候 这个汤普森构造呢 是这样 首先我们先构造这个R等于A的这个汤普森构造 然后构造这个R等于B时的这个汤普森构造 那么这个货运算呢 我们前面就要增加一个起始节点 然后它引出两条Epsilon边分别指向两个构造的这个初始状态 那么两个构造的结束状态呢 又分别引出一条Epsilon边指向最后的接收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表明 我在处于这个起始状态的时候呢 不需要任何输入 我就能同时处于两个这个这两个节点 当我进入到后面这两个节点的时候 我不需要输入 我就可以同时转换到接收节点 那么当我处于起始状态的时候 那么我既可以到这里又可以到这里 到底我应该是到哪一个节点呢 这是后面后面的小节 我们需要深入解释的地方 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就只要知道 从一个节点开始引出两条Epsilon边的话 那么从一个初始节点开始 它有可能抵达不同的节点 这是这个非确定性状态机的一个显著特点 也是它们蓝点所在 OK 那么这个或的话就是根据他们生构造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正值表达式 构造出这样的一个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那么有了这样的非确定性状态自动机之后 那么我们要去匹配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们只要一开始让状态机处于初始节点 然后分别把字符串的每一个字符读入到状态机 那么根据状态机状态的变化 当字符串的这个字符全部读完之后进入到这个结束状态的话 就表明这个输入的字符串能够匹配我们的给定的这个正值表达式 如果字符串的所有字符都输入完之后 我们的状态机处于的是 并不是这个接收节点或末尾节点的话 就表明输入的字符串不能匹配我们的这个正值表达式 OK这是或的这个贪扑生构造 我们看一下在正值表达式中还有一些其他原字符 比如是星号 星号表示它前面的这个字符或这个表达式要重复零次或一次 那么根据这个要求呢 它的贪扑生构造如下首先呢我们先构造这个R等于A的这个贪扑生构造 就是这个节点输入一个A进入到这个末尾节点 对于重复零次的话 我们就从初始节点直接通过epsinal边进入到末尾节点 这样的话我就不中我就不经过中间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我把这个A呢重复零次了 如果我要想重复一次或多次以上的话 我就从这个初始节点进入到这里面 然后输入这个A进入到这里这个节点 进入到这个节点之后呢 如果想重复多次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反复在这里面去循环多次 循环到指定次数之后 我们再进入到这个末尾节点 这就是这个A星所对应的这个非确定性有限状态自动机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一种原字符叫做加加指的是把它前面的这个部分呢 重复一次至少一次以上 那么重复一次以上的话 我们就要把下面这条件给拉掉就行了 拉掉的话就表明我们从初始状态进入到这个节点 然后至少你要输入一个A走到这个节点来 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结尾节点 如果要重复一次以上的话 我们就进入这个节点 然后反过来 开始又进入到这里这个节点 然后再输入一次A 那么想重复多少次 我们就在这里面循环多少次 然后再抵达这个节奏状态 这就是这个A加的这个对应的汤姆生构造 那么对于原字符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字符是问号的时候 表明这个问号前面的部分呢 要重复零次或一次 那么重复零次的话 我们就有了 就是从数时状态 直接通过一下epsinol边 直接回到这个接收状态 如果一次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中间这里走 那么至少要求匹配一个字符A之后 才进入到这个接收状态 这是对这个原字符问号 所对应的一个汤姆生构造 那么任何复杂的正者表达式呢 都可以由若干个简单的汤姆生构造 再结合这种epsinol边所组成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低星点D和低点D星 这里面这个点的前面有一个转译符 原来在正者表达式中 点算是匹配任何一个字符 但这里面由于前面有一个法斜杆转译符 这里这个点呢 就对应于它的原意 就是这个字符点 那么这个正者表达式匹配的是什么呢 匹配的是类似于这种符点数 那么低星点D的话 就表明在这个点的前面呢 可以有多个这个整数 比如说234.1 那就匹配前面这部分 那么1.234呢 就匹配后面这一部分 那么所以类似于这种符点值呢 就可以匹配这个正者表达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者表达式 它的这个非确定性状态 其实是怎么构造的 首先呢 我们构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R等于D 那么R等于D的话就由起始状态 输入0到9 任意一个数字 就可以到结束状态 那么D星呢 我们前面已经有了 那么D星的话就在这里面 从起始状态 如果是重复0次的话 就直接返回到末尾状态 如果是重复一次或多次的话 就从这里面进来 然后根据重复的字数呢 在这里面我们循环需要的 重复字数之后 再返回到这个 N的这个结束状态 那么然后构造D星点 大家看到这里面实际上 是两部分构成的 一个是前面这个D星 一个部分一部分就是这个点 也就是有两部分通过首尾连接合在一起 那么首尾连接的话 就是这里面 后面这一部分呢 对应的是这个R等于点的 这个汤姆生构造 然后前面这一部分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D星的构造 所以有两个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D星点呢 是两个这个汤姆生构造 首尾连接连在一起 OK就是这里面 就这种情况 最后呢 再构造这个D 那就相当于三部分合在一起 先是D星 然后是这个点 然后是这个点 然后再是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个D 所以实际上是三个这个 汤姆生构造 首尾相交连接连在一起 所形成的这个状态机 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一部分呢 前面这一部分呢 对应的就是D星 那么三到四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点 那么四到N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D 所以这三部分 首尾连接合在一起 这个汤姆生构造呢 也就是相应的这个 非确净性状态机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正值表达 是D星点D OK 那么最后我们再构造 这个D点D星 然后再做货运算之后 得到的这个完全的状态 纪录下 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个状态机呢 对应的实际上 就是这个D点D星 大家看 六到七的话 对应的就是D 然后七到八的话 这没有个点 对应的是中间这个点 然后这个九十十一 在这里面的话 对应的是D星 我看对应的是D星 大家看 我在这里面没改过来 这里面应该是一个Epsilon 对应这里这个字符 应该是Epsilon 我这里面写成D了 是一个这个错误 所以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选择是D了 好 最后再经过这个Epsilon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 接受状态了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个状态机 怎么去匹配对应的字符串呢 我们仍然给定的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是1.123的话 那么1.123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tar 先进入到2 然后2的话 然后直接进入到0 进入到0之后 那么到这个状态0之后 这里面要求输入一个这个数字 我们就是把这个数字1 给输入到这里来 输入到这个状态1 0来 然后0输入1之后 就进入到了这个 这个1.123 4是对应下面这个状态机 那么也就是说 当我们处于初始状态的时候 由是大 直接进入到状态6 状态6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输入这个字符1 输入字符1的话 就是6通过这条边地 进入到这个状态7 然后输入这个点 输入这个点的话 就由状态7到状态8 那么状态8直接到状态9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 后面就是234 234的话 那么就9 我们先把2读进来 2读进来的话 走这条边进入 有9 进入到10 然后退回来到9 再把这个3给输入 输入的话又有9 经过这条边地 进入到10 然后再通过 ε边回到9 这时候再进入到这个 再进入 再读入这个字符4 那么再由9 输入一个D 也就是把这个字符4给消耗掉 进入到10 那么这里面是我画错了 这里面应该是个ε 然后到10之后 就相当于直接进入到点11 那么进入点11就相当于直接进入到这个接收状态 所以说当输入这个1.1234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 从初始状态开始 走下面这一部分 进入到这个接收状态 所以1.1234呢 是可以被我们这个正值表达式 所这个识别的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个是234.1 234.1的话 显然我们要从这个start开始呢 进入到这个状态2 由于这里面是ε边 我也没画出来 那么这条边是ε边 那么进入到状态2之后呢 然后状态2直接就进入到这个状态10了 然后状态0了 进入状态0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字符2给读进来 读入字符2之后 就由状态0进入到状态1 然后又由上面这条边返回到状态0 紧接着读入字符3 那么又由状态0到状态1 然后再从上面这条边返回到状态0 最后读入字符4 读入字符4之后 又由状态0到进入到状态1 这时候就不返回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状态3 然后输入这个点 那么由状态3进入状态4 最后读入末尾这一个字符1 就由状态4到状态5 那么状态5的话就相当于直接进入到了这个接收节点 所以234.1呢 就可以通过状态机的上面这一部分达到这个接收节点 这就表明234.1呢 是能够被我们这个政府格达士所匹配的 这就是这个非确定性状态机的一个用来匹配字符串的一个特点 但我们这么说的话 实际上里面还有个难点 就是当我处于一个状态的时候 这里有两条的ε边 那么对于一个输入的时候 对于同一个数字输入 我到底是走上面这一部分呢 还是走下面这一部分呢 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地方了 那么决定一个 当我们有一个点引出多条ε边 也就是从一个状态点 可以同时抵达多个其他节点的时候 到底抵达哪一个呢 我们就需要去进行判断 那么最蠢的一种办法呢 就是我便利所有的可能 只要是ε边 我都去便利一下 然后只要哪一条便利的路径 能够抵达这个结束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接收输入字符串 但是如果我们的ε边很多的话 那么各种组合的情况就很多 那么每一种情况都去便利的话 我们这个算法的复杂度呢 就会效率就会非常之低 所以当我处于一个点的时候 以及面临一个这个输入字符的时候 我需要知道我这个点能够去抵达哪一个状态点 是最好的 那么当我从一个节点开始 判断我下一步进入哪一个 经过若干条ε边的时候 去进入哪一个状态节点呢 这种运算呢 叫做ε必爆运算 这是后面我们需要去研究的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呢 只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汤姆森结构 以及告诉大家 在这个正者表达式的识别过程呢 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正者表达式 去构建一个这种非确定性状态机的过程 有了这种非确定性状态机之后 我们在这个状态机上 做一些相关的运算 然后再根据这个输入的字符串 去运转这个状态机 当字符串的每一个字符输入进去之后 我们从状态机的初始节点 进入到末尾节点的话 那么才能表明我们的正者表达式 能够匹配输入的字符串 如果字符串的每一个字符都输完了之后 我们的状态机没有处于这个接收状态的话 就表明我们的这个正者表达式 是不能去匹配我们的这个输入字符串的 OK 这就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后面还有相关的算法 以及对这个状态机的构造 它的这个实现 以及相关的数据结构 将在后面我们进行详细的解析 那么这一节大家只要知道 有这么一个概念就行了 只要知道这个正者表达式的引擎 实际上就依赖于这样一种 非确定性的有限状态自动机 那就足够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